各位家人,大家早上吉祥阿彌陀佛 我们刚刚听了师长老人家开示 应该有不少触动的地方吧 比方说,忠孝的人念佛可以往生 不忠不孝的人念佛怎么样 不能往生 忠孝没有做到 下辈子就不能当人 怎么可能去做佛 所以格言连弊,有一段话非常好 这段话也符合我们修学重要的观念跟心态 佛门重实质不重行事 所以什么是人 不是有五官,四肢健全 他就是实质的人 联壁里面讲 节中尽孝,为之人 治国精邦,为之学 什么是学问 可以解决社会国家问题 这个才是学问 学问不是拿一个学历 就叫学问 所以古人这些话重不重要 很提醒我们 什么是才能 安为定辩 你的家庭 你的团体 甚至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候 你能有能力把它扭转 乾坤 这些能力要不要学 师父叫我们学群術之药 而且还要学的是活的群術之药 你是活的 人家才觉得用得上 其实还没遇到 师长老人家以前 我们都觉得四书五经是在哪里 在书架上面 在教科书里面 从来没有一个念头说 经典就是生活 所以佛们有一句话讲 佛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 所以师长老人家这样的大善之事 这个机缘我们要紧紧抓住 不能学空智法师 只是跪下去磕磕头 言语无法说清 只能用心去感悟 这个也挺难得的 是吧 对呀 可是他还没开悟啊 应该赶快冲上去 把达摩祖师的大腿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依依不依语 不要随便去抱大腿 知道那个意识就好 要珍惜这个因缘 所以我们所听话的人 最有福报 因为老人家所讲的经 每一句每一段 他也是因缘所生法 从哪里出来了 从他个人的慧根 从他个人的好学 从他个人五六十年 这个听的时候都是五六十年 我们现在听都是什么 六十多年修学 体振 解形相应 拿出来供养给我们 这个每一次的教导 用佛门的话 都是什么 灌顶 因为善之士讲 法的时候 他会不会说 我讲给他们听 他们走得太轻松了 我留一手吧 会不会 他一定是和盘 突出 大家有没有听过师父讲 我的根性 是中下根 有没有听过 你看 你看我是讲华严经的时候 你看学佛几十年 讲华严经的时候 突然起了个念头 文殊菩萨是学什么的 善财童子学什么法门 通通是念佛求生净土 从那个领悟之后 老人家死心塌地 修念佛法门 弘念佛法门 这一段话大家听过没有 听完了 人生变了没有 这段话 让我们少走多少万路 几十年 所以按照逻辑来讲 肯听话的话 我们的成就绝对超过 善知识吧 这个逻辑有没有错 没错吧 一定超过 但怎么 很少超过 再拉回来 听话的人不多 所以只要听话了 就会印证 我们俗话讲的 清出于难 和胜于难 那哪一个父母老师 不希望他的孩子跟学生超过他 不可能 所以大家 用这种心 来听师父讲经 断断都有领悟 好 那师长老人家今天 也有讲到 当时在新加坡 居士岭 那有没有 学长听啊听啊 师父很赞叹 你墓园居士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人听到这里说 可是后来 师父也离开新加坡了 有没有这样的怀疑 那这些情况 会不会影响你的信心 这个都是 你现在觉得不会 等你身边有两个三个四个告诉你说 我不要再学传统文化了 我好痛苦 那你会不会受影响 曾经 Long time ago 很久以前 我算一算 十四年前 这个应该我们几位学长可以证明 像我们小龙学长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他在场 当时候是如江第一期 的培训 在禁居院 陈德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老法师不干 你们还干不干 你们要配合一下 不然这个演不下去 老法师不干 你们干不干 当时候 陈德还有这样一句话 那蔡老师不干 你们干不干 干 阿弥陀佛 我看到了几十位 不退转的菩萨 不是往生不退转 现在就正不退转 这个不容易 不简单 可能我问这一句子 你们在底下 老法师不可能不干 老法师不可能不干 要配合假设 所以这个假如 依义不依语 那意思就是说 都没有人在前面的时候 你还干不干 这才是你真正的信心所在 信心假如是因为 依靠某个人 或依靠某个事 我看了 这个人跟事不见的时候 信心又何在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信心 随时会有不动 因为我们的信心建立在 会变的东西上 会生灭的东西上 所以佛法强调真跟妄 真是永远不会变的东西 叫真 所以我们的信心 一定要建立在真理之上 你建立在 我长得很高 所以我很有信心 可是你这一次来 刚好遇到邓阳家长 你不就没信心了吗 比方说你的信心 是建立在 你的眼睛很大 又是双眼皮 突然这一次来 遇到 李悦老师 他的眼睛比较大 一比 哇 他比你大 那你的信心又何在呢 所以开悟了没有 为什么我们的信心 随时起伏 我们的信心 都没有建立在真理上 所以那一天 跟大家交流一个重点 释迦摩尼佛 开悟的第一句话 是真理吧 大家信不信 这一句话信了 这一条菩提道上 不会有信心的欺负 那个信心 砸下去了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得向 自信有了 但以妄想 执着 不能震得 傲慢没有了 还有喜记有什么 好傲慢的 那对别人呢 信别人 也建立起来了 对别人呢 有体恤 有互念 有成就的心 他是佛啊 现在怎么被习气 糟蹋成这样 太可惜了 所以法 跪在能坚信 能入心 在孟子的话当中 说到 待文王而后心者 繁明也 等待文王之后 他才肯响应 肯承担的 这一般的繁明也 若夫豪杰之事 虽无文王 游行 前面没有文王 前面没有老法师 他依然 当仁不让 站出来 好 老法师其实都在表演 给我们看啊 这都是我们的学处啊 你看在红阳文化路上 这么多的境界 你看他老人家讲什么 我不把 我 纵使牺牲生命 我都要把文化传承下去 不然我对不起老祖宗 笑 笑青 笑祖先 他弘扬 无量受精 汇基本 遭受那么多功绩 师长老人家说 别人不弘扬 别人不学 我一定学 我假如不弘扬 我不学 我就 被师 叛道 所以他老人家那种 意志啊 那是不可能 受动摇的 我们看动了 要效法 我们学习的次第 信 解 行 正 信心只要动摇啊 解行都会偏掉 所以这个性为道源 功德摩啊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又讲到学习的次第 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跟上出的问题 我们所有遇到的障碍 烦恼 都是因为效根出的问题 佛法是师道啊 没有效道 这个师道很容易就动摇了 所以有学长问道啊 还觉得这个自己 疑心 怎么常常起来 觉得说 主当今之世啊 信根不足 常常生矣 成德念到这里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想到哪一句经文 所以没有恒心问题出在哪 信上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在洞察自身 跟洞察他人的情况 问题的时候 一定都要能看到根本问题 才能解决 只要是看到枝末花果 这个叶子坏掉了 叶子全摘掉 过几天 烂叶子 还是在产生 解决不了问题 那天也跟大家交流到 我们学余静义工 我们读余静义工 我们是谁 那是每一个修行人 必经之路 不可能说哪个修行人 没有走过他这个过程 假如没有 叫还没入门 我跟大家交流过 夏年老那一段话吧 修行的人须打破 自欺一关 时有伤良处 须拙然见得 自己满身过失 功夫时有 着手处 他都看不到自己问题 活了47岁了 他都没问题 我好可怜 产因天罚 老天爷对我 怎么这么残忍 但是他有善根 他就会有因缘出现 所以这一句啊 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 不是得身比国而已啊 人生 你每一个关卡要跨得过去 也不可少善根福的因缘 你今天要留在一个好的团体 可是你很想走 也是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 所以这一句话我们要举一 反三 文一 知识 好 所以余静义工为什么能够最后改变命运 他还有一个 恭敬造神 信任造神的心 这是他的三根 而且他也读了一些书 这个阿雷伊斯也种了这些种子 讲的道理一相应 他的善根就出来了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 他说 请从因果的角度啊 为学生开解其中的原因 以及对峙的办法 好 回答问题啊 其实怎么回答呢 都有几个重要的理论 任何问题都是事情嘛 事情怎么来了 因缘所生嘛 是不是 好 现在为什么有这个疑心的结果 因在哪 因是种子啊 突然起疑心 那这个种子在哪 过去生啊 疑是疑心的核心哦 过去生疑心重 你有这个种子 欲缘 它才会发出来 所以过去生是远因 这一生呢 有静音 有静音 一个人假如对父母都很难相信 那你说他要相信哪间人 哪个人 他要相信哪个事呢 所以师道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 看起来 我对我父母不是很信任 可是我很信任老法师 那你信任老法师是因为你听他讲经啊 觉得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 改天你有机会 去英国汉学院 甚至以后跟老法师一起工作 你看到一些事情 会不会马上生疑 会不会 很难讲哦 老人家这个红法历生 六十年呢 他身边的弟子跟护法走了多少 不可少 善根福德姻缘 好 那你今天看到人家走了 你心里会有什么 思维 他走了 会不会下一个轮到我 你信心不足 还是你看到一个人走了 当代的大善知识 效法释迦牟尼佛 他居然找了原因在哪里 我要做好榜样 有机缘 在为他演说 那我们是不是他的姻缘 是不是 是他的姻缘 可不会再造 再长他的善根 再长他的福德 可以啊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离开 可以影响我们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离开 我们发责任性 我们提起使命感 都在一年之间 都在一年之间 佛有没有情指 所以佛说是这句话的重点在哪 缘是条件 这个是非常的理智 这个是智慧 他洞察 因缘的状况 不具足了 那佛陀跟他的缘 不具足了 印在他的面前说 你给我做好 我一定要讲法给你听 那个人不就跟佛结二缘了吗 佛陀时候有个公案 有一个好像是叫 东城老母 是吧 释迦牟尼佛要度他 然后呢 他往东边走 佛就献在东边给他 他一看到佛陀 就赶快往另外一边走 跑到另外一边 佛又献到那边去 他又往在一侧走 结果四面都走了 佛都献给他看 最后他蹲下来哭 就是不看佛陀 最后好像是派了一个弟子 去了 还给他倒茶给他喝 请他讲法 是不是佛陀能力不够 不是吗 他跟佛陀没有缘 刚好那个弟子有缘 所以佛会洞察因缘 所以我们有时候听佛门的这些话 都会觉得 好像有点不舒服 那不是佛那句话有问题 是什么 我们理解他 掺杂了我们的什么 情势在里面了 所以不度无缘之人 就是他条件没有够 不能攀缘 所以刚刚师父讲 凡夫跟圣人 跟佛陀 指在什么 一念之间 所以我们要 转迷为物 要把什么放下 把贪嗔痴放下 把毁欲放下 这条路上很多人会被毁欲给打倒 要把攀缘放下 这条路上会不会因为攀缘 最后要静静不了 要退退不得 要把嫉妒放下 在团体当中卡住了 看哪个人就是不顺眼 最后你不走 我走 这就用错地方了 用对地方才契机 还要把嗜好放下 嗜欲 欲望 其实人会退心 都是心里有个希望怎么样 最后不是他想象的 他就很难过 所以那一天跟大家有交流一个心境 你跟这个人 你跟这个团体有缘 君子义以为止 这个人缺什么 这个团体缺什么 我有缘 就是我的责任 我不是要来 索取任何东西的 但是越不求的人 越无求的人 他心量越大 福报越大 爱人者 人恨爱此 敬人者 人恨敬此 相信他的衣报 铁定会越来越殊胜 好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佛讲的 不度无缘之人 条件不够 可是你看佛门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那没有善根 你要种善根 有善根要让他增长 善根成熟的 让他成就 所以 原是条件 我们为什么 师父一直讲要 为人 言说 那我们看到很多人 在这一条路上 退行了 我们 昨天 引了师父讲的话 这个 传统话 为什么不能在大陆 弘扬开来 因为什么 示范点太少了 榜样太少 所以看到他人离开 更 齐取我们 榜样要赶快 做出来 团体是一个榜样 个人是不是榜样 是啊 所以昨天有跟大家交流 到 白方李老先生 他的条件 种种 都不如我们 可是他却唤醒了 中华民族 对下一代 教育的责任 有没有 那个是 这个个案是提醒我们 什么时候 在弘扬文化 当下 尽本分的时候 当下 我们真心 现前的时候 就是了 我们往往会觉得 我什么时候 弘扬文化 等我上了 汉学院 然后把博士 拿到了 我再来 弘扬文化 这样也没错 但是呢 怕也没对 通通都盯在 那个目标上面去了 反而把过程 给忽略掉了 甚至于产生分别 我是要来拿博士的 干嘛叫我 叠棉被呢 干嘛叫我做这个 这么琐碎的事情呢 所以有一个公案 就是一乌不扫 何以扫天下 这不是提醒我们 而且我们 不去解形相应 不去落实 我们走的一定是 知识这一条路 师父老人家说 我们是走哪一条路 走界定会 走开悟的路 这个路走错了 不只不能弘扬文化 还会以身 办法了 那一天有举 偶叶大师的话 跟大家共勉 偶叶大师说 学问 越多 我慢越刺 烦恼越长 习气越长 离道越远 唯意多文 我们的学习的惯性 都觉得多学一点知识 唯意多文 增长我见 可据 所以我们现在聊这些 观念跟心态 那就是我们整个 学习的一个方向了 假如我们这个 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的方向不对啊 学得越多啊 离这个目标 可能是越远的 所以可能有时候聊起来 大家会觉得 诚得挺啰嗦的 但这个 也请大家原谅啊 因为我们也跌了不少礁了 撞了不少 刺头了 所以觉得这些 确实还是很关键 所以大制度论上 又说到了 佛法贵行 贵在立行 不贵不行 所以但能勤行 勤劳的去 实践去落实 但能勤行 众寡闻 一先入道 纵使你学得少 还是很快可以入道 好了 我们就不说别的 我们 沙根班的 班风 是什么 好 下一句不用了 我们一句就好了 好 那我们念念 为他能着想 这一句 从这一刻开始 道也者不可虚立 也时时提醒自己 落实这一句 请问这个人 多久以后会录到 我跟大家打发表 三年他的境界 绝对不一样 但是要真干才想 所以佛门是贵行 博写审问 圣诗明辨 赌行 但赌行的重量 还超过前面 所以师长老人家说 地址规跟四库全书 摆在天平上 怎么样 一样重 因为地址规是行经 没有这个行经 你纵使懂 四库全书的道理 对自己跟对他人 很难产生受用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你连父母都不信任 你要信任老师 不容易 有一位新加坡的同修 陈德认识他呢 是2002年 陈德他参加了 澳洲静中学院 汉学 不是汉学 那个 佛学班 第一期 刚好遇到了 上了第一期课 他是我们的同学 他修学比陈德还早很多年 他年纪也比陈德大 那后来经过很多年 有一次在香港 他去拜见老法师 刚好我们碰上了 他就跟我讲了一段话 他说你们 之前在推传统文化 推地址规 我觉得我学念佛法门 是大成 不只是大成 是一成 一成了异 万善同归 凡胜其收 我是修一成的 那个是世间法 他都不学 后来看师父一直强调 一直强调 心里也有点觉得 那就去接触接触 他就去接触记住 记住是孝道 后来他接触完 他很感动 有触动他的心灵 他就开始听传统文化 孝道这些课 当他接触一段时间以后 他在听师长老人家讲经的时候 他说他很多以前都听过的句子 以前都没有领悟 这个学传统文化之后 再听师长老人家 很多没悟的都悟了 所以重点在哪 他的孝心开了 福孝得知本也 所以他那个根一出来 对老师对长辈那个敬 那个孝心开怎么样 百善就接着开了 所以佛门为什么说 学不劣等 刚刚成德是谈到 我们所有的考验不能过关 习记做主了 都是因为孝根出了问题 你说人与人相处 跟孝根有什么关系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被得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被理 人跟人相处起来 不都是不能尊重 不能包容 产生的吗 假如能够尊重 能够包容 那人际关系还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连父母都不能包容 他给了我们生命 他又用了这么多的心血 把我们拉扯大 这样的恩德 我们都不能包容他的不足 那我们怎么去包容 那我们怎么去包容别人 所以佛门讲 不能着相 修行的障碍 常常都是 见人家过 六祖大师提醒我们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可是这个不容易做到 很容易就见人家 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我们的整个精神 都向外 拙在人家的过世 我们说 学习重要的心态 其中有一点 佛法是什么 内学 我们那个惯性 拉不回来 就向外去了 所以要求 苛刻 不都是从 不能包容父母的不足 过世 事实上 换另外一个角度 不要从对错的角度讲 哪怕父母做的不对 是因为他不懂 传统文化这些道理 所以无量寿经说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疏无怪也 这句话我们听过吧 那这句话 我们能领纳在心上了 那个宽恕包容的心 就能提起来了 他没学过啊 他已经用他 觉得最好的方法 给孩子了 所以那天 曼玉在分享 他的母亲 那些方式 不对啊 可是我们的角度 是用对错 在批评母亲的时候 说不对啊 可是你换做母亲的角度 他是用他 所了解最好的方法 哪怕他是错的 他已经是最好的方法了 所以要见性 不能着相 要见父母那一颗 完全要成就我们的心 哪怕他是错的 假如我们能体会这个心 那父母所有的过失 瞬间就消融掉了 曼玉后来又讲 她的母亲很了不起 就因为那一个母爱 的力量 自己把忧郁症怎么样 治好了 好 所以这里讲到说 我们会生疑心 有过去生的 还有这一生 可能我们对父母都生疑 那这个疑心在了 在让我们 接触到很多的事情 又是负面的 那这个疑就更重了 它就有真上缘了 所以这里又牵扯到一个重点 我们处事的心态 比方说 弘扬传统文化 有9999个人退薪了 一个人没退薪 请问你关注的点在哪 这就是心态 积极的人 马上去搞清楚 这个人是怎么成就的 他不会去关注 不会去受影响 这9999个是怎么退的 他去关注这个退 是他要帮助别人 怎么再振兴起来 可是他要关注 另一个重点是 怎么样不退 怎么样成功 这个就牵扯到 我们的性格当中 是积极面对问题 还是消极面对问题 所以修行 从哪里下手 改性格下手 改习气下手 他没有从这里下手的时候 他接触了时间 再久 他不可能有法洗 那我们走这条路 又不是明在给我们动力 也不是力在给我们动力 是我们的愿力 跟我们的法洗 给我们动力 只要他的血都没有法洗了 那你说 他怎么可能不停下来呢 好 所以我们修学 首先要自知 然后要自助 要自救 夏连居导居是说 自助者天助 自救者天救 自弃者天气 这个天是什么 是外在的条件 跟我们的心 它是像感应的 一个奋发向上的人 他的性格 他就赶来助援 一个消极的人 他赶来的就是 祸不单行 这是赶招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消极的性格 不转过来 父母在爱我们 善知识在护持我们 帮不上忙 所以有一句话叫 扶不起的 阿道 我们昨天又讲 华言经说 主办圆容 请问大家 谁是我们 人生的主角 自己 不是别人 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说 佛菩萨 你给我怎样怎样 我才干 不然我不干 我跟佛菩萨谈条件 其实会跟佛菩萨谈条件 我们铁定可能 也跟谁谈条件 跟父母谈条件 父母一心一意 要成就我们 我们还谈条件 好啊 可以啊 你让我走行啊 你要怎样怎样 我才走 都没体会到 那个父母要成就我们的心 还要跟他谈条件 所以我们往往都觉得 很多什么条件有了 我才怎么样 是我们的心到了 这个缘会自然就赶着来了 有人会担心 那我父母年纪都大了 以后他们身体不好怎么办 是不是烦恼 未来烦恼 好 师父说 李秉兰老师告诉他 你要信佛 你要信佛 那大家相不相信感应的道理 相信 你现在有机缘 你站出来 全心全意 为正法久住 这是感 会有什么硬 不然我们都拜那三十一拜 一心观理 尽虚空 遍发且 常驻三宝 十方护法菩萨 精刚 犯天 龙神 圣贤等众 你看你这一念 敢多少护法神 你全心全意 护持正法久住 又是这么难的时候 难道护法神 不会到你们家去 不会站在你爸爸妈妈旁边 会不会 我不要再强迫你们接受了 对啊 当然啦 假如真的父母身体不好 怎么办 那还有其他念头吧 赶紧回去照顾了吗 那你说 那父法神不灵啦 你看 疑心又来了 又着相了 说不定你们家 所有亲戚念佛的缘出现了 你怎么这么着相啊 信佛啊 佛菩萨安排 别乱操心 所以再拉回来了 那我们怎么对峙这个疑心呢 刚刚讲了嘛 信心建立在哪 真理之上嘛 当然这个信心也会随着 你解形 去力行了 慢慢 哎 自己印证了 一些 事情了 你的信心当然也会随着 信解行证 证又帮助你信 你越信 你越解得更深 行得越彻底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 融在一起的 好 所以师长老人家 您假如用心去看他老人家讲的经 那个活的理计学计就在讲经当中 可是你看不懂啊 那就连不上 你看 静于未发 只为预防法 老人家讲经都要打预防针了 比方说 老法师说 你去劝人家念佛 人家都不接受 正常啊 我们去劝人家念佛 人家不接受 气馁啊 师父说正常啊 为什么 他接受了还得了 他就要去做佛了 是吧 那不就把不可少善根福的因缘 告诉你了吗 但劝当然还是要劝呢 为什么 你劝一次他 金刚种子就种一个了吗 那你看 师长老人家也 借刘顺云老师问啊 这个年轻人 这一批年轻人 他们走这条路的难度 跟你老人家比 怎么样 难度百倍都不止啊 一批年轻人 打好了没有 末法时期啊 内脏外膜 无人不拒啊 但夏老已经给我们一个定心碗 只要降猛 不怕贼抢 当然这个匠啊 也要慢慢 这个 力经沙场 越战越勇 他的能力才会练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记住 师长老人家强调的 他老人家说 我学佛法 没有一天离开经教啊 这句话重不重要 读经听经充电啊 三日不读书啊 烦恼就来了 脸色就很难看了 可是问题是我们一忙起来啊 可能经没读啊 经也没听了 慢慢慢慢这个烦恼做主 自己又没有发现 就可能就扶不住了 所以听话呢 少走很多弯路啊 廉此大师呢 在他的竹窗水笔啊 有一段 很短的开示 他题目叫 真道人 真正的修道人 他讲到呢 这个世间呢 造业者摆 造业者摆 向善者一二 有没有道理 有吧 你看现在追民族利的人多啊 向善者一二 行善者摆啊 向道者摆啊 兼九者摆啊 兼九者一二 兼九者摆啊 兼之又兼 兼之之菩提 都不退传者一二 所以这最后的一二啊 名为真道人 这么讲 你们好像 我好几层 有点头晕了 我用数学 给你们算一下 一二呢 我们就取二就好了 这个行善的人 叫百分之二 是吧 向道人是百分之二 乘以百分之二 然后这样 总共是 一百的四次方 分之二的四次方 所以向道人叫 一分之十六 所以这个地球上 真道人差不多 七十亿乘以 好 不管那个数字是多少 其中有一个人是谁 这个叫请佛注释 这样也不少了 师长老人家说 佛头有讲四个人 见何同结 就可以什么 把佛法 红传到全世界了 我们在座有四个人 念头里只有 随顺圣贤 师父教会 佛法就可以 红到全世界了 不难了 那这一句话 念完了 自受用是什么 众使身子 诸苦衷 如是愿兴 永不退 我们学习的心态当中 要有恒兴 要有决心 要有毅力 那我们看到这一段 那面对人家退心 我们也不会受他影响 那更重要的 要期许自己 做榜样 成为别人 可以扭转他怀疑的 一个样板 让所有 跟我有缘的人 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都扎在我的 为人眼说上 这样我们不止不会退转 你看到一个人退转 都是鞭策你的愿力 好 那再 话又说回来 我们昨天 跟大家做了一个分析 好像有人 被我给转晕了 哪一个分析呢 成德说 要救宇宙 我们地球要做示范 是吧 地球要做示范 哪里 地球要做好 哪里做示范 中国 中国要做 要好 要从教育下说 教学为先 整个教育要振兴 要有什么 一条龙的示范点 出来 这个逻辑大家可以了解吧 所以 这个示范 还得在体制内 所以那天 孝聪说的 佛法是 重视本土话 现代话 否则不可操作 所以 这一段是 劝请大家 有缘的时候 要发心 护持一条龙 哪怕你 哪怕你 没有缘作 宏护 你从今天开始 在你回向的名单当中 回向一条龙 赶快成就 你的功德 跟做的人 平等 平等 所以要会修啊 你会吗 是吧 师父说 你随喜功德 跟他的功德 是平等的 重要是随喜的心 真的能发出来 也不容易啊 好 那你说 今天听的经 跟一条龙 有没有关系 都是姻缘啊 你看师长老人家说 新加坡不容易拘留 你们要留在这里学 不容易 你们把这里道场 这些好的经验 带回去 在自治的地方 办一个道场 好不好 很好啊 那大家 一听陈德这么一说 好 回到我的故乡 办一条龙 那每一个人都要办 然后都招兵买马 每一个地方都一两个 然后呢 我不能离开我的故乡 这个时候呢 我的故乡就很清楚 平常没那么清楚 你看师长老人家提醒我们 要放下什么 比我的念头 刚刚有没有这一句 有吧 我没搞错吧 比我要放下来 示范点不能立起来 其中还有一个重点 大家都想争着做 结果资源全部什么 散掉了 结果撑了三五年 一个示范也没有 最后还搞得社会大众说 你们讲的都做不到 谁得力了 所以放下执着啊 才能自受用 跟什么 他受用 所以哪里的圆成熟 就先坐那里 等他坐起来了 哇 经验出来了 第二 零到一最难啊 一到一百 very easy 是吧 零到一最难 那个摸索不容易 经验出来了 人才出来了 你是河南的 你是内蒙的 你是陕西的啊 来了 三年稳住了 一个团体一稳住 他就能出人才 年轻人心血进去了 马上就开始成长了 人成长起来 人手过了 你回陕西去办一条龙 你回内蒙去办一条龙 是吧 这个也是做事的 重要的原理啊 要从点到现到面 循序发展啊 人假如放下这个比我的执着 哇 最后搞了半天 力量都分散 资源也分散 成不了事情 所以师长说 你们都回去办啊 这个话也要会听哦 不然 老法师叫我办的 结果一办之后 啥事都烦得 白头发都出来了 痛苦的不得了 然后去 说师父 你叫我办的 我叫大家发心 那你发心也要考虑 度得 量力 审视 这 那条件够不够嘛 好 这个话又说回来了 昨天呢 大家跟学长们分享 白方李老先生 然后这个黑板呢 又写着 度得博而未尊 智小而谋大 力小而认重 显不及也 成德很怕 我这一堂课讲完之后 很多人很烦恼说 到底干还是不干 所以昨天我才跟大家说 我昨天有说什么吗 不过 还是得再说两句 所以为什么说要 依依 不依依 你不能着在这个言说像上面 你要领会他的 毅力 你就会用了 我们说要勇于站出来承担 它是对峙什么 对峙你退缩的心 对峙你自私自利 对峙你自私自利的心 所以你要勇于去承担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原则 就是被动 什么要主动 落实七个吉时要主动 扎三个根要主动 淘汰习气要下大功夫 这个叫主观能动性 主观的部分 你以外的是客观环境 那客观环境它是会变的 那主观环境 是可以掌握在你手上的 好好提升自己 那原出现 很重要 你又推不掉 可是我觉得我能力不够啊 但是这一件事特别重要 然后那个请你做的负责人 他说一定要你干 你推不掉了 然后你也跟他说 我能力真的很不够 他说那还是要干 那你就干 为什么 他是领导 他扛责任 当领导要不要担当 要担当啊 所以这一句德博而畏尊 自小而谋大 力小而认重 一般适用在什么 一把手 或者关键人物 可以影响整个姻缘的 关键人物 当然啦 你说那我现在是基层了 这句话跟我没有关系的 你今天纵使是最基层 领导叫你干的工作 你不行 你也要反应吧 你总不能干到最后 砸了 我是硬撑的啊 那你怎么都没有提出来 我怕你太忙了 那最后 大家都一起看着说辞残局了 所以七个即使重要啊 你要主动汇报 主动回应啊 这样领导才能及时调整 当然 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 给你们讲到 当时候 师长老人家请他去做 这个教务主任 训陶主任的时候 这李老师马上说 师父啊 弟子怕做不好 师父说 你有这个心境啊 就做得好 你看老人家都是抓 最重点的东西 我已经跟大家分析过好几次了 老人家为什么这么多磨难 他都顶过去 那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 讲台 你只要让我每天上讲台就好了 这后面慢慢的 所有有缘的人的 善根福德因缘 都越来越殊胜 很多事就慢慢能做了嘛 可是没有这个讲台 怎么增长我们的善根智慧呢 你就不能要求什么都是顺理意 什么条件都要有你才干 这个时候人的智慧在哪里看出来 取舍 他抓住最重要的东西 你看师长老人家用人 他就抓到这个弟子 很懂得 很愿意负责任 又很战战兢兢 这个交给他没问题 心是根本 好 那当然跟大家在交流到 这个问题啊 也是说 大家假如听了 觉得疑惑的 都可以再反馈 我们再来交流 因为我刚刚听到一个 晴天霹雳的消息 就是我们有一个学长 他参加了第一期的 培训在大饭店 就是 他跟我讲到说 就是 陈德呢 当时讲课的时候啊 他百分之九十都听不懂 陈德一听呢 觉得很对不起他 他都没搞清楚 所以代表呢 我太陶醉在台上 在那里 陶醉在自己喜欢讲上面 都没看到他的眼神 已经 有点 吞不下去了 假如我能够顾及到他的眼神 跟他的缘呢 我就不会 糟蹋到他这么重要的缘 让他百分之九十都听不懂 所以为什么说教学要有一个互动 这样才能够彼此出境 好 最后呢 再讲一个故事啊 我觉得呢 这个故事 也会给我们一个定心丸 佛陀啊 当时候 苦行六年 最后呢 昏倒 身体受不了了 谁救了佛陀 布洋女 那个供养 素不素身 素身哦 佛陀接受的最后一餐的供养 是谁 名字不是很记得了 最后供养佛陀 结果因为他供养的东西里面 有毒蘑菇 结果佛陀就病了 最后就入灭盘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大家知道吗 我们都很怕 那我这一条路上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啊 那我假如做错了 那我罪业可重啊 很多情况都被自己给吓退了 最重要的是 我这一颗心 时时都是念着正法九诸 念着众生 这个心不要变就好 所以师长老人家 给成德当头一棒 不是你承担 是佛菩萨祖先承担 我们只要把心用对了 就好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 对了 Don't worry Be happy 拉回来 心是根本 功德跟罪业不在外向 在心 所以当时候佛陀病下来了 交代阿难 你一定要去告诉这个供养的人 他的供养 跟牧养女 的功德是什么 平等 平等的 他是自成的心 那因为佛陀 露灭的机缘 怎么样 也成熟了 所以我们众生是什么 着那个像 在他们的境界都是 见性 不着像 所以李老师带领我们 这个研究院 他就强调 不懂就问 不会就学 是吧 错了 就改 不用怕错 我们来又不是为了什么 私人的东西 大家互相信任 然后有错 大家一起来 解决 前世不忘 后世之事 心用对的 事是好事 事 事是好事 都不是坏事情 好 还有昨天讲到的一个故事 还没讲完 欠大家 半个故事 因为欠了还要还 我不想再搞轮回了 得要 这个欠了赶快还 要还回去 昨天讲到百匹猿猴 消音 那个 不是第一 第一只猴子去洗了 吃了 挺好 后来很多人就跟着 吃了 结果很有意思 这个岛上的猴子 懂得这么吃的 其他很多海上的 岛上的猴子 他们本来也都没有洗地花了 都是直接咬的 结果第一个岛上 这么洗了以后 很奇怪的 其他的岛 也都突然开始洗了 开始吃了 这些猴子之间 没有微信 也没有 也没有skype 那请问大家 他为什么 起了连锁反应 因为一念 变虚空法界 所以大家起了一念善念 是供养整个虚空法界 起了一个恶念 污染整个虚空法界 所以这一念的力量 那可是不小 好 所以拉回来说 什么时候在弘扬文化 当下的心用对了 当下的一言一行对了 谁看到了 谁就 中了善根 就得了利益了 所以陈德曾经 在课程当中有分享 有一个六岁的孩子 他在坐公车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老奶奶 上来了 小朋友马上从椅子上面 下来 老奶奶 请坐 他六岁 这一句话一出来 所有的车上的人 都听到了 然后呢 从那一刻开始 只要有老人上来了 一定有人马上站起来 当座 所以请问六岁的孩子 可不可以弘扬中华文化 可以嘛 他依教奉行就弘扬了嘛 所以不是等英国汉学院毕业了 才能弘扬文化 其实 我们 现在 很多人就在积累功德了 我们就听到 有学长反应说 我是坐在某某学长后面 他听课都笔直笔直的 一动不动 我想打瞌睡都不敢 你看 他的一个行为 就已经在增长别人的善根了 所以我们昨天讲 华严经各个第一 什么时候我落实经教了 那我就在那个因缘是第一了 就在广修供养了 所以什么时候可以修第一的功德 在教室行不行 在寝室行不行 在做早操的时候行不行 可以啊 好 所以我们所懂的每一个道理 应该当下都能够落实 只要我们放下分别执着 我要怎样怎样以后 我才能够那样那样 这些念头都是什么 分别执着 所以成德跟大家共勉说 我们上了这个课 我们要带走两个重要的法宝 第一个是什么法宝 身性因果 身性因果的人 从此刻开始 不会埋怨的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则事 不会消极了 为什么 欲知来世过 今生受则事 第二个法宝是什么 你会吗 这个法宝要带回去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其实我们互相交流那么多 不都是把我们的分别执着 看清了 这样不对 这样是烦恼 放下 不都是在看破我们的分别执着 然后进而把它放下 放下了 本有的明德 慢慢慢慢就显出来了 那我们再回到学习的观念跟心态 第一我们已经探讨过了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会 不随顺自己烦恼喜气 那大家对这个教会 可以常常想着 佛陀 证悟第一句话是什么 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 佛陀入灭的时候 最后的交代又是什么 那也是最重要的 佛陀要入灭以前 弟子很紧张 临走了之后 我们依谁为师 佛说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所以这一条路 不能想福报 有福报让大众想 自己不能想 自己生活简约最好 简约首先从 不要买那个贵的手机开始 再来 你们这几天离开魔王 感觉怎么样 挺好 你们有没有听过师父说 手机几年前我就丢掉了 我不看电视 不看报纸 他可以演 我可以不看 这个都是重要的法 大家一听完 回到单位 领导 手机给你了 我不用了 你为什么不用了 蔡老师说的 不是 你们假如把我讲的话用错了 很多人会恨我的 你说现在假如一下子微信不用了 是怎么办 所以假如我今天讲到这里 一下课 所有的家长说 是把手机全部交给我们两个班长 我们手机都不用了 那这个工作 联系事情怎么联系 联系不了了 所以陈德举这些例子就是说 我们听到什么经典 或者听到什么师父教导 不能产生分别之种 一直就成病了 所以会不会修 就是会不会看到执着点 放下执着点 所以师长老人家是告诉我们 不要被手机所干扰的清静心 你是要用手机 不要最后被他给用了 那就颠倒了 我们个人要思维 我们团体要思维 怎么用手机 能够把事办好 又不干扰我们的清静 跟修学 这个就是智慧 佛门的智慧在哪 智慧在波罗经 那是理论 那是理论 智慧在哪 一切静缘 你能够想到 适时 适地 适度的方法 那就是智慧 所以师父说佛法是最现实的 学的就要什么 要用得出来 不要过之 也不要不挤 不要一下激动了 我要承担 一下又提到德伯未尊 又过去另外一边了 所以孔子说 道之不行 我知之已 智者过之 愚者不及 在座有没有大顺的后代 诚性 甜性 举高一点 请放下不少学长 大顺是行忠道的榜样 顺其以大智也余 顺好问而好查而言 引恶而扬善 择其两端 用其忠于名 其师以为顺乎 我为什么要叫他们举手 因为他们要行忠道 比较容易 他们身上有DNA 这个是我最近越观察 觉得越有味道 你看我们李叶老师 是李世民的后代 所以女众 心量要大的 不多 你们有没有看到 他一讲课 手势都是这样的 很少看到 因为他们身上有DNA 所以我们要珍惜 跟祖宗的缘 很重要 第二个我们说 老实听话真干 这六个字 开起来 可能要再讲一节课 来我们复习一下 第三 圣教是内学 请问大家 你这几天 有没有用赏 有没有说 以前我假如遇到这个情况 我铁定发火了 突然前天 这个情况出现 我一想到内学 一看 不能生气 不能生气 把它拍下去了 突然感觉 若能转悟 折同如来 做了一会如来 挺高兴的 这个就用上了 第三 佛法是内学 第四 要主动 不曰 如之和 如之和者 无莫 如之和也议 那讲到这里 这个心态 对我们走这条路 非常关键 主动突破 主动想办法 主动寻求资源 这是主动的人 比方说我们说 我们今天在研究院上课 有好有坏吧 是不是 坏是什么 关在这里 我们生活在陕西 一走出来 一望无际的地方 在这里憋得很 有好有不好 不可能什么都是 条件都具处 所以这个时候 遇到 条件不具处了 就打掉我们 的一个执着点 不然人的烦恼 都在比较当中 马上就升起来 比方说你以前的主管 挺温和的 你跟他干了两年 突然掉了一个位置 遇到一个比较 脾气稍微大一点的主管 你生不生烦恼 是他让你生烦恼的吗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是自己的心动 产生什么 比较 说不定这个脾气大的 是要成就你 让你马上提早成佛 就像释迦牟尼佛 比弥勒佛提早成佛 重点是你会吗 你会不会修的问题 所以陈德 也不是很主动的人 所以我就特别佩服 我们有学长 第一节课下课 他们就去爬行 他们在有限的空间当中 充分运动 还有人跳绳 跳得可好 他们的人格特质里面 都有什么 解决问题的 主动解决问题的特质 所以一个人的性格 在哪里可以看出来 他的表情 他的言语 他的应对事情 心在何处 在眼为见 在耳为听 在足奔走 在 没背起来 不适者 不适者 换作 迷魂 适者 知识 佛 郡王可有领悟 你要干什么 郡王若无领悟 平生愿死在 郡王刀下 你果然 深通佛理 我讲这一段的重点是 他那个 不只他法讲的好 那把刀抽出来 架在脖子上 震不震撼这个郡王 震撼 他看到出家人护法 命都可以不要了 他不只讲 他演给郡王看 所以很多镜头 后面都很有味道 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